相關澳連龍場審問案 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教判刑理由引起爭議 今明兩日由他審理刀宗 和反修例相關的案件 改由另一個法官處理 今日和明天有四宗案件 一共16個被告 涉及去年反修例事件期間 參與暴動、非法集結和商人等控罪 原定由郭偉健審理 司法機構決定改由區院首席法官高徑修處理 昨日一宗汽油彈案 郭偉健亦都被換走 司法機構當時說 因為首席法官留意到 最近社會對郭偉健審理某宗案件的判刑理由有爭議 所以作出有關的安排